能够在学校和社区推广祭统的活动 推广儒家的思想 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把传统的道德文化 带进教育和社会里面 要坏在最重要的就是内在的复古的道路上 第一 我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复古的一个道路 就是要重新提倡普文的训练 我们发现今天提倡传统道德文化的 都是集中在蒙词经典的教育 例如说念这个山西经 签字文等等 但到小舌中舌以后 我们是想一个经典的教育 今日上个小舌中舌以后了 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个系统去学习传统的道德的根本经典 例如说 咒衣 系书 照经等等 都是古人必须的科目 今天教育要復古 就是需要从国水基本的经典日守 目的 我们不需要 要求每个人的生活都要復古 而是学习圣贤的精神 重视我们的新年 反复归征 归上这个持人的本性 明白什么叫枝端 仁义 理质的人头 第三呢 我觉得要推广 传统的秦旗 书 画的教授 中国文言推崇的系义 包括秦旗 书 画 这个绝不是当成的艺术的文化 背后与道德的秦超之修养 有很大的关系 例如说 古秦的秦 这个发音跟以前古音是跟这个禁止 禁 是同意的 禁止什么呢 就是禁止我们的节律 去安静我们的心 比如说 萨奇也讲究这个志 人 勇 书画也是道德 秦超的表现 如果我们的人是正的话 我们写字的字体也是专正的 也是专正的 画的意境也是 反映我们的修养的境界 所以传统的思议 跟培养道德是有密切的关联 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 秦道 习道 书道 画道 都是跟道是相通的 提示了内在的复古记录 我觉得我们的教学要重视这个义工 做这个上职 等等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成绩的一部分 现在香港的教育界一直过分重视 学科的成绩 但故事 德育的成绩 要真正重视 这个德育 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德育 归于这个圣学参考 德育 不但是一门德育课的书文的教学 应该是包括我们学生平常做义众的学术 还有有这个上职的奖将鼓励他们 无论是我们三个平常是拜祈 参加一些交通安全队 探索老人院等等 都是义工的活动 应该是大力的去提倡 而且要规律我们平常教学的一部分 最后呢 我觉得应该教学也要奖励一些好人好事 每一个学校都有学业的成绩 科技参议奖 运动奖等等的同时 如果我们真正的要鼓励 传统的德育的教学 我觉得应该要还有 税立一些道德的奖项 包括义工的服务奖 校道表 张奖 礼貌奖 做人之心 诚实 讲文等 让学生知道 传统的道德不需空谈 而且是我们教育的十分的一部分 所以 不古 不是立潮流的文化 而是 重视传统道德的精神 所以我建议在传统的节目里面 应该恢复创作我们的患徒 可以说 道教的道德也是一种患徒 还要学习全能力理解 举办 帝同 起义等等 这些都是外在的形象的教学 但能够唤起立在道德的关注 如果能够配合古文的教学 尝授如舌推广 情集书画西域 占道德的教育 归日正会的课程等等 都能够全能培养 个人的得益发展 所以 旧有的文化 讲座出版书籍 固然重要 但要真正推动 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我觉得是必须要 外在到内在的复国进入开始 最终的目的就是引导大家 反复归争 引导大家 重视个人的德性 从做人的根本 才是最根本的做起 如果做人就是这样的 我今天分享的是展张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在这里非常多谢 范智伟道长 接下来我们有请 黎智天教授 出来和我们讲讲 推动道教研究的重要性